中职集团宣布破产 很多投资了中职集团的富人 本来还对自己的理财产品抱着幻想 这一下幻想彻底是破灭了 今天网络上已经有好几个有钱人 发文章要死要活的 有一个说 他的三百万这下回本无望了 大家了解过中职集团吗 这个平台是专门收割有钱人 人家这个起投金额 单个账户起投金额是三百万起 有很多人那投的都是几千万 几亿呀 当然也有一些呢 他是本来不要收割他的 他非要挤进去 跟别人硬凑凑个三百万投进去 这下打水漂了 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客户 应该叫客户是吧 就在网上说 看到这个中职集团宣布破产 他就幻想就破灭了 然后家里就开始吵架了 然后就是各种的负面情绪 其实啊 我就想劝一下 你投这种理财产品 想要高兴的时候 你就要想着 你想别人的利息 别人想的就是你的本金啊 这种投资 有赚有亏 愿赌服输 再说了 你们都这么有钱 去投这种专收割 有钱人的产品 早就应该做好思想准备啊 三百万 也不是什么大数目啊 别弄得跟没有见识过似的 这一轮啊 咱们没投中职的 也好不到哪去 就说出来 安慰安慰你们 是真的 你看我们的房子 这个账面的蒸发 远远都不止三百万了呀 我们还不是 该吃吃 该喝喝 能有什么办法 就是 这几年 你投什么 亏什么 你炒股能好到哪去 有很多人炒股 也亏了几百万的 有些人没有几百万 也倾家荡产 为国接盘了呀 对不对 还有投什么的 基金 很多人的基金啊 都亏了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啊 欲哭无泪呀 找谁去啊 你说我们买房的 买股的 买基金的 都亏了呀 我们也没有 说去 拨同情啊 或者是找个地方兜底啊 那为什么偏偏 你们去赚利息的 爆雷了 就得 有人兜底呢 这个心态要放平啊 毕竟 咱曾经拥有过那么多钱 那有的人 连亏三百万的 机会都没有 这辈子都没有尝过 亏三百万的滋味 人家也没哭啊 这种钱财身外之物 它已经没了 命力无实 莫强求 咱不能因为这个啊 已经爆雷了 还把自己身体搞坏了 更不要因此 搞得那个家里鸡飞狗跳 影响什么夫妻关系 有的人特别奇怪啊 只许赚不许亏 赚钱了就全家和睦 夫妻恩爱 一旦亏钱 就要离婚 你这啥夫妻关系啊 你就是靠钱维系着嘛 既然是夫妻 既然是一家人 就应该同甘共苦 对不对 钱没了 咱得保重身体 保重健康 没了就没了 没了 咱这一生中 履历上都增添了光辉的一笔 三百万 咱曾经拥有过 没了 咱面不改色 心不跳 格局就是这么大 对不对 真的一事要想开 以后啊 咱们老百姓注意啊 那些投资理财 首先得想想 他有没有坑 他后续会不会是套 如果是因为自己的贪婪和侥幸 让别人逃跑了 咱应该反省自己 以前呢 我都觉得骗子是最可恶的 后来我就觉得啊 上当的人也很可恶 人家下个套 你一看人利息高 你就怀着侥幸心理 你钻进去 要不就觉得自己最聪明 不可能接最后一棒 要不就觉得 哎 我得从骗子那儿骗点钱 哎呀妈呀 人骗子干啥的 你挑战别人专业能力呢 人家做局势来骗你的钱的 你倒好 你还想从骗子手里赚点钱 你那不是虎口拔牙吗 虎口夺食吗 火中取栗吗 提高我们自己的警惕性 控制住我们的贪欲 这是防止上当受骗 减少损失最好的办法 万一不幸已经损失了 咱要想开 钱财乃身外之物 我们的身体健康 心态健康 才是最重要的 钱是王八蛋 没了再去赚 只能这样呢 你有什么办法呢 是不是